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贤在祖先牌位当中还有共一个牌位 天地君亲师 孝经 妖精则无善 非圣人则无法 非孝则无亲 此大乱之道也 这一条给我们讲啊 在以前啊 古时候 然后 我到过贵州 贵州有个地方啊 看到一户人家 好像那个地方啊 家家户户 还有共这个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那这个还是很传统的 那么就是一个领导人啊 就是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当然 君亲师也是效法天地的无师 天地的德行 来扮演好他的角色 社会乱 一定从君亲师这个问题开始乱 居上位子啊 没有做好君亲师的榜样 居下位子啊 不尊尊净君亲师 这个国家呢 是乱了 我们现在呢 看到 看到 这个社会啊 的确 就是 没有 君亲师了 上位没有 做好君亲师 下位呢 也不尊重 君亲师 不但一个国家 整个世界都这样 整个世界 动乱不安 孝经告诉我们 妖精则无善 妖精就是妖邪 不尊重君 没有尊重上位的领导人 非圣人则无法 这是不尊重 至圣先师 不尊重古圣先贤 不尊重 这些圣贤 的教诲 非孝则无亲 不尊重父母 父母讲的话不听 此大乱之道 也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社会 家庭 都是这个现象 在中国已经有两三代人 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那当然其他国家 那就 根本就没有 学过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呢 不好要求 别人 就是从自己开始 谁先学了 先要求自己 不要先去要求别人 先把自己做好 再去 感化别人 好 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胡慧真传 花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